欢迎收看科技一点通 电子商务平台有助品牌 提高知名度和销售量 很低一些积极无名的业者 在线下默默分拟了 10 20年后进军网购市场 闯出了一片天 记者红宝灵就发现 一些无名业者的网上营业额 相当的可观 甚至占了业绩的三分之一 从事批发业务 已超过15年的这家业者 四年前意识到 越来越多人上网买东西 线上购物服务充满商机 因此决定开拓网购市场 公司目前在三个 电子商务平台上运作 营业额已从初期的 一个月千多元 增加到目前的五位数 我们有多达500多种 然后价格 因为我们是琵琶商 我们有直接进口一些产品 所以我们价格很有为 最重要当然是顾客的服务 我们都算是第一时间 回答顾客所有问题 跟第一时间 把顾客的产品送出去 如果你和我一样 不喜欢出外买东西 那网络购物 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 无论是鞋子 衣服 包包 家具 电器 食物 甚至是日常用品 现在几乎没有一样东西 是网上买不到的 具有林里小商店看准商机 涌闯网络市场 这家业者经营实体店 已有20多年 目前在全岛有十多家店面 去年刚加入电商平台 是网络新秀 当初我是不觉得 家庭用品可以上网买 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利润很薄 卖的东西又便宜 不可能我一个疫调快二 我要寄出去 都运输费已经比我的疫调高了 我上网学了很多 顾客可以 他们愿意给运输费 我可以卖 把东西包起来 可能就是说十个一起卖 价格高了 我就有办法说给那个运输费 业者认为实体店是公司的优势 能让消费者更加安心地 在网上购物 如果有问题 买家知道可以如何找到卖家 业者也透露 网上业绩目前已接近 实体店每月收入的50% 商家业绩亮眼 电商平台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个电商平台就设立了卖家中心 为业者提供实时信息 给到我们的卖家 就是一个实时可以看到 你的销售数据 你的转化数据 你的流量等等等等 很多细节 一些运营的过程指标 可以告诉 帮助他有更多的运营 实时去调整他自己的一些 运营的方式 业者的经营 加上电商平台的助力 无名业者也有望蜕变成超级电商